我第一次穿架 这种交流我觉得很有意思 小说的作者余华老师 因为我觉得 真是高手在民间 有非常优秀的观众 我的嗅觉被打开了 铁嗅味 河边那些草泥的味道 我想我怎么没闻到 就是我觉得他也把我打开了 创作者在进行诠释的时候 他未必是对的 他们并不比观众 或者其他的读者 有更多的发言权 创作者去解释它 给它下定义 我觉得那个就剥削掉了 观众对它的那个可能性了 电影还是要交给观众 去观看解读的 一部好的电影 是需要观众来完成的 而且需要无数的观众来完成的 好电影肯定希望 不是挤压给观众的 是希望观众能参与到里面来的 我们希望这个作品 能在大屏幕上 能让大家参与进来 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也是 在这点非常开放 希望能给大家 每个人带来都不同的感受 因为我们要尊重所有的声音 尤其要尊重批评的声音 面对一个完全不认同的声音的说明 我希望你们敞开来说 不满意的地方 你们直接说出来 我们要相信观众比我们更有眼光 交给观众去评判 我作为一个作者的视野只有一个 观众的视野 无数人的视野过来的 他们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 他心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马哲 他自己的这个故事 哪怕这部电影在那个票房上失败的 依然是一个成功 因为像魏淑军这样的导演 还有其他这样的年轻导演们 他们会继续沿着这条路往下走 然后至少我觉得这部电影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多的选择 大家可以有更多的类型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电影 电影不只是一个娱乐 它可能还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 开了这么一个头以后 后面类似的这样的电影 也会一步接着一步出来 有一个群体的一个一个意义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 刘伯队 谢谢